發生在臺北市的萬華區 日間發生一起自摔的意外 而騎士倒在地上 而前方的車輛聽見之後 就趕快下車並且停下了 確認機車騎士的狀況 還好騎士經過包扎之後 沒有大礙 不過好端端的騎在路上 卻自摔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這名騎士當天凌晨 喝了一瓶高粱酒 為了要想計程車錢 所以就酒駕上路 結果因為不升酒力就自摔 結果最後他的酒測值高達 零點七二 依依這個公共危險罪嫌 依送法版 一輛雙載機車騎在馬路上 開始搖搖晃晃 接著往左邊自摔 後方計程車駕駛 趕緊進擊煞車就怕撞上 附近民眾聽見聲響 以為發生車禍幫忙報警 白衣男子相當激動 急著向警方解釋 自己沒有被機車撞上 後座乘客也在一旁相當冷靜 表示自己沒有大礙 就是看你們有沒有去 要互相聯絡房子 沒有 他們抓到我 我也在家裡的 對 好 好 好 OK 那這樣就可以了 零人機車騎士沒有撞上自己的車後 駕駛便離開現場 但員警往旁邊馬路看 一米藍衣男子疏弱地躺在地上 救護人員將他攢扶到單架 正當員警納悶 男子怎麼會自摔 救護人員走到一旁 原來藍衣男子身上有濃濃酒氣 將男子送往醫院後做好包紮治療 還好這名夜姓騎士及後座乘客 都沒有大礙 8號中午12點多 在臺北市萬華和平溪路三段上 發生這起事故 治療後警方對這名夜姓男子 實施酒測 酒測值竟然高達0.72 明顯酒駕 為民則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十五條第八項規定自單告發 原來藍衣男子當天凌晨自己在家 喝了一瓶高粱酒 隔天要出門上班 卻為了省計程車錢酒駕上路 不省酒力在馬路上自摔 不過坐在後座的朋友也被開罰 六千到一萬五千元的罰款 光是去年連坐罰就有一百零三件 提醒民眾前一天有喝酒 千萬別宿醉上路 還好這回自摔後方車輛機時煞車 否則後果恐怕難以設想 就是台北綜合報導